1992年邓小平力排众议推举朱镕基担任中央常委 面对众多质疑声 邓小平仅用一句话就让众人心服口服 事后发生的一件大事更加证明他没有看错人 那么邓小平究竟说了什么 他又为何会执意扶持朱镕基呢 20世纪90年代初 有上海调往北京的朱镕基被誉为中国政坛的黑马 而伯乐正是邓小平 由于朱镕基独立思考 敢于直言的性格 这件事遭到了很多老同志的质疑 为此邓小平公开表示说 朱镕基懂经济 是改革开放的急需人才 他只能做一把手 不能做二把手 那样就是大财小用 其实邓小平对于朱镕基的考察 要追溯到80年代末 1988年邓小平携带家人来上海过春节 朱镕基自然是要亲自迎接的 邓小平便拉住他的手说道 这个时候将上海交给你 可谓是难为你了 而朱镕基却坚定地告诉邓小平 他一定会带领上海摆脱困境 实现跳跃式发展 原来朱镕基在被调到上海当市长时 正是上海经济形势岌岌可危的时候 但他并没有被这严峻的形势所震慑 还曾在一次政府会议上提出上海需要速度 需要效率 需要果断形势 需要雷厉风行 随后邓小平表示 你之前说的 要在上海搞和深圳一样的经济特区 一样的改革开放 选择了浦东地区搞开发建设 现在决定的怎么样了 朱镕基却兴兴地垂下头说 不敢报 邓小平听后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不要害怕 只要有机会就必须报 要是不坚持怎么会有好成果 你不要考虑太多 大胆去做嘛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 朱镕基直接促成了上海浦东地区的开发 创造了适合浦东发展的管理模式 也极大的促成了上海经济的发展 朱镕基凭借自己的努力 得到了中央的提拔 1992年10月12日 在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任命环节 朱镕基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让邓小平的脸上不禁浮现出笑容 他高兴地说道 朱镕基同志还是当选了呀 当初我向他们推荐的时候 都还不同一脸 在取得一次次的非凡成就后 朱镕基于1997年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只可惜 此时的邓小平已经离世 没能亲眼看到自己选中的千里马 做上第一把交椅 就在他担任总理的第二年 中美就中国加入WTO问题的谈判陷入僵局 美国凭借已有的实力 对中国漫天要价 中间还涉及很多政治问题 在谈判即将破裂之际 朱镕基亲自出面 就争议最大的七个问题 他在前两个问题上接连让步 这样的气度瞬间让美方震惊 加上朱镕基在剩余问题上的态度强硬 最终美方做出让步 中美顺利达成协议 这场谈判的胜利 促进了中国国内产业和经济的发展 增强了中国的国际竞争力 可以说朱镕基此举例在迁就 2003年3月 朱镕基结束了七年的国务院总理任职 他曾在一场中外记者会上 对中国人民申请告白 他希望自己在卸任以后 人民能认为他是个清官 他就知足了 如果再慷慨一点说 自己为这个国家干过一些时事 那他就感激不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